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个人还挺喜欢的菜刀将新马带 给大家安利一下吧 这个新马带其实在军班里面的话表现不是很好 它是一个偏地主说三号位或者说是一个排位三号位的武将 那第一个技能马术就不讲了吧 就是说防止对面上加一马卡距离在排位里面和地主里面都是一个不错的技能吧 那主要是第二个技能这个潜息 准备阶段你可以摸一张牌然后并弃制一张牌 然后若如此做你选择距离唯一的一名角色 然后本回合该角色不能使用或打出可以弃制就是弃制颜色的牌 弃制牌颜色的类型的牌 那首先的话马术的话让他让这个潜息不断距离 二是说就是他的一个风红风红然后一个九杀 基本上如果对面是一个水量比较残的 然后如果手上没有这个黑桃酒黑牌黑色酒的话 那直接风红然后九杀直接带走了 因为牌库里的闪和这个桃子就就是都是红色的嘛 那风黑的情况的话一般是说要开南蛮啊决斗别人的情况 那其实就不论是风红风黑他都可以当做一个2.5的一个小过牌来使用嘛 就是说摸一张牌然后弃制手上的一张这个比如说没用的牌 比如说红色的闪电呀之类的东西 那接下来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对局吧 那首先是一盘这个地主三号位农民的一把视频嘛 那这边的话三号位马呆的话还是说可以的 就是二号位如果是个鸭血匠他来鸭血然后我们这边也是说直接把这个王毅带走 那这边其实我本来是想刷一个九杀的很可惜没有看到九杀 就是新马带刷牌的话就是刷一张红牌然后刷一张九杀就可以了 那这边王毅卡着一个加一码那下口这边是个蟒服直接三刀杀过去 两刀杀过去开个南蛮然后继续杀 好王毅这边就是说吃一个桃那其实那结束了 那这边这咱们这边直接风红然后一张单杀就直接结束游戏 王毅这边有闪除不了有陶吃不了直接说带走游戏 带走这个王毅了那第一盘的视频 第一盘呢就是一个农民三号位的一个表现就到这里了 那第二盘的话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三号位马带的一个视频 马带在后手的话还是说有一个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吧 那林操这边说开始摸两张牌开个万键 我们这边红牌比较多就可以先出一张闪 然后这个不行的话就用顺手来封嘛 那李奥就是李奥这边就说直接说去砸这个流邪 那没砸中的话他选择一个铁锁然后火杀 其实这里如果火杀中的话就继续铁锁 火杀没中的话就重铸嘛 那我们这边直接封鸿封流邪 还有火攻顺手牵羊顺这个林操嘛 然后火攻他火攻他如火攻中了 然后直接单杀流邪 流邪这边有闪出不了有陶吃不了 然后这边直接说被我们带走呢 那丢出来的牌型大家也可以看到嘛 他是有桃子的但是他确实吃不了被我们疯掉了 就流邪这边直接带着两个勒布斯鼠一张桃子去 是真的很可怜 那这边林操说去杀这个杀这个水来着 杀这个李奥来 就是他然后李奥这边开两南蛮嘛 因为林操这边诸葛连诺报没牌 报这个没杀了嘛 直接两诸葛连诺 两南蛮一决都带走了 那第一盘呢 这个牌位到这里了 那接下来带来第二盘的牌位嘛 第二盘的牌位是一个李如加马带的一个配合 这边李如 我当时就是想李如焚城去压四号位的血线 那四号位是一个谢狗货嘛 借狗货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阵容打借狗货 比打这个借狗货比打标狗货困难嘛 李如这边丢牌 我们这边直接丢两牌 丢两牌 荀玉这边还敢卖血 我是真没有想到 那孙权这边也卖血 李如这边就混了一下嘛 他混了一下的话 我们这边直接说摸牌封红封荀玉 然后直接一刀把这个荀玉带走 那这边先开一个无中生友 开无中生友孙权这边无险 那然后一张杀荀荀玉 荀玉本来以为他有桃不会死啊 选择大胆的卖血 结果没有想到这边直接被我们封死了 他这边有闪有逃 但是他直接去世 那剩下一个单孙权 我这边马带去跟这个孙权抢轮次 孙权都不一定抢得过 而且这边孙权是一个 特别在一直在消耗手牌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就确实差了点意思好吧 那这边过牌 然后杀这个杀杀杀杀孙权 其实这时候孙权真的不应该灌师傅 应该就全牌去找这个锦囊牌啊输出牌啊 那我们这边还是说过牌嘛 把这个闪丢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闪了 把这个闪丢了 过更多的牌嘛 那这边例如一个灭迹 一个杀单杀结束了 那两盘挺不错的一个这个牌 牌位的表现嘛 给大家放出来 那接下来是一个军妈马带的表现嘛 为什么我说军妈马带 有点有点蹬不上大桃的感觉啊 为什么 首先就这个匠面而言啊 大家是主公 大家会去忙谁 我这边贴住一个马带 就被主公忙成傻逼了 真的 就是主公这边肯定选择忙我 他不可能去忙这个吕谦的呀 他不可能忙吕谦 然后说断距离的话 只能打我们嘛 那么剩下的马军和恩真基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匠面太反了 就是马带其实他只能做反中嘛 我觉得做内的话差了点意思 没有这个能力 那只能做反中 那忠诚的话 那忠诚的话在远位 马反贼的话在敬位嘛 那其实他的身份其实特别的明显好吧 那这边的话 前之位吕谦是个 看一眼吧 没跳身份的一个情况 那马军和左辞都是说跳反的 然后去拆这个老西的手牌 老西这边只剩一张牌 然后也不知道是什么牌的话 看情况吧 然后这个陆神这边开桃源 开桃源 说不好 其实他这个开桃源 说不好是什么身份吧 好我们这里摸到一张红牌 直接选择封沙摩克 然后勒布斯主添过了 添过了以后我就开始犹豫了 我吴中生有开了以后开始犹豫 我说沙摩克这边三牌无血 他就算被勒 那也没有什么用 那我直接还不如说铁锁雷沙 直接我这里既然封了沙摩克 我就直接铁锁雷沙 去压这个老西 我想着我这里这个四点伤害 西之财这边应该是死了 好老西这边盼黑盼红 盼黑盼红 沙摩克这边不管有几张闪 不管有几张闪 他都是打不出来的 直接选择开万箭齐发 然后沙摩克强制掉血 强制掉血了以后 看看有没有去救老西 因为老西这边是个单手牌的情况 他不一定有闪淘酒的 好老西这边又盼红了 又盼红了以后 他还看他选择怎么补 他这边怂了 选择给自己补 希望过到一张闪淘酒 那这边马军说 马军没盘中 那无所谓不管 那这边老西说 直接直接又冰死了 冰死的话 外之卫再求不出逃 老西这边直接死了 就我们马带一轮 把这个老西打了四滴血 直接带走了 那这边左资选的卖血 去翻这个 翻沙摩克 但是他是借草皮 借草皮翻面不是很强制 那沙摩克明显是有闪的 他这边选择丢闪扣血 但是他其实闪是用不出来的 我们这边被我们封了 其实马带的强力之处 还是有的好吧 那我们现在的话 队友马军应该意识到 我们这个新马带的强度了 他应该会把牌 选择塞给我们了 而不是塞给一个 这个对吧 借放逐的左资 那不行 就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8号位新马带 其实已经是一个 反贼的真核了 那就是 其实说实话 这个武将 这个武将的确定 还挺明显 就是一个明显是 能感觉到 要吃包养的一个武将 那吕谦这边 选择赠刀赠于我们 那我们只要说 有一张红牌 马军只要塞一张红牌 给我们的话 直接封红去 去韭杀杀摩克的话 是一个这个三绝的情况 那这边 马军杀了一下 那这边左次化身新关包 然后这个可惜 没有说判中 那这边 关包 这个老关包 没有判中 那现在情况 其实是 235的话 是跳三反的话 那陆迅和这个 真击是一中一内 但这边中内的情况 就真的是不归我们管 我们这边直接说 摸牌 然后封红 封杀摩克 不管沙摩克是什么手牌 九杀 颠狂屠鹿 直接去世 好吧 九杀颠狂屠鹿 外之卫求两桃 像六七 求两桃的话 不太现实 他们有桃的话 刚才 大概率去 就这个 就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老细细之财了 但明显是 他们没有桃的 那第二盘 是个远位忠诚 一个马呆的 一个食品 就是菜刀 这样的话 就是这样 远位作中 近位作反 这边 左辞是选择了 一个决斗 去盲 这个 米痕 然后挂上 这个刺凶剑 去杀 这个貂蚕希望 过牌 那武艺 这边直接说 跳了一个手反 跳手反的话 跳手反的话 一个雷杀 杀这个 米痕和左辞 好 米痕这边 怎么打 米痕这边吃桃 然后冰我们 然后勒我们 然后这边 冰貂蚕 跳的好钟 好吧 这里米痕的话 跳钟的话 我觉得我们自己 是个钟外之位 再去找一个像钟 我觉得跳不出来了 那我们这边 选择一个 丢这个 丢这个藤甲 去封这个米痕 因为想着 自己本来 这个断杀的情况 加上自己被勒 被冰 那这边直接选择 说封一个米痕 封个米痕 专手身份 那恰好 这边这个 关羽 对吧 关羽挂机了 那可以坐视 因为反正少了一个坑位 反正少了一个坑位 然后这边貂蚕 貂蚕的话 机九杀 杀佐茨 这边有龙胆 然后一张决斗 有一张决斗的话 看邓爱怎么跳吧 邓爱这边选择 一个五五峰 拿了一张无蟹可击 拿了一张无蟹可击 给佐茨 反无蟹打出去了 然后一张杀 杀貂蚕 打的也挺重的 但是怎么说呢 为什么我觉得 这里米痕更像忠诚 米痕开局 被这个佐茨去压 因为我说实话 这个是一个 很纯粹的一个个人经验 然后我觉得米痕像忠诚 是这样的 玩米痕这个武将的 玩家吧 其实都是挺 有点暴躁的那种情况 那如果他是一个小内 我个人判断是这样的 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一个小内 他早就把主攻 给这个撕票了 所以我当时判断 米痕是个忠诚 那邓爱将面本身也 本身也不太适合做忠诚 那我这边封红 封红然后开万镜 这个关羽一般就死了 关羽这边求不输酒的 求不出黑色酒的 那我们这边把这个 把关羽给带走了 把关羽给带走了以后 摸这个摸三排嘛 摸三排了以后 开选择开无中 然后再去选择 看看过什么排吧 开无中生有 然后这边有拆顺的话 拆顺古电刀九杀 这个孙权这边也死了 拆顺 然后古电刀九杀 这边孙权也死了 这边直接把反对杀崩了 我这一轮 这个小内的话 感觉跳不出来了 这把又要打狼人杀了 就是一回合的 一回合事情 我这边做的事情 我这个马带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把这个反对两个杀崩了 那这边小内跳不出来了 但是就个人惊讶的谈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邓爱 我是这样想的吧 反正这边就算猴子是这个 猴子是这个什么东西 他也跳不出来了 加上这边邓爱说上了一个加一马 这边朝主公这边左辞化身的是慷慨 邓爱这边上了一个加一马 我就觉得哇 这个邓爱必定是一个小内 就是他还开始防止主公了 我就真的想的很 就真的想的很美好 那武艺觉得 因为我开局装身份了嘛 我开局装身份 那武艺觉得我这个人 他是一个这个什么 是一个这个小内嘛 他他要开始诅咒我说 我必死什么东西了 但是我们确实开局说 丢黑黑本身也出不了牌 封一手猴子装手身份 还是可以的 其实 那这里的话 我就是说留着乐不思绪 防止说邓爱觉醒的那一轮 我直接给贴乐了嘛 因为我现在就我心里已经觉得 这个邓爱必是小内 那这边这个邓爱 邓爱的话就是这个丢牌嘛 丢牌三个 三血四甜 那猴子这边肯定也是打邓爱的 猴子这边打不到我 我跟他一起打邓爱 那这边就说杀杀杀 我这边 其实我太自信了 我这轮 我这轮直接封红 然后九杀了 其实说实话不应该九杀 九杀应该留着打这个猴子 然后结果这边邓爱翻牌 是个忠诚 就是怎么说呢 说实话这个连打了 真的是挺响的 但是其实这把还是能赢的 我们手牌量 就是我们把这个桃子 真的摸了很多了 猴子这边抱桃子的概率很小 而且猴子刚才丢牌 丢了两个闪的话 我这边就直接选择封黑了 我怀疑猴子手上是一个没有留闪的情况 那结果没想到猴子留闪了 那左磁这边还在蛊惑桃子 说去回状态 那其实这里最好还是说 把这个猴子去压一下 好这边猴子已经开始 就开始上头了 开始直接火攻这个左磁 那我这边封红 封这个猴子 这边铁锁重铸一下 然后火攻一下 看看能不能火攻中 火攻中强行压猴子的血线 然后一个杀去封这个猴子 杀封猴子的话 左磁这边出一点力的话 迷痕赢不了 只能是一个吃烂封的情况 看左磁吧 左磁这边选择九鼓或杀 尴尬 好吧 这边这个猴子没死 猴子没死的话 这边开无中 然后这边随便混一下 其实猴子开无中就开了吧 留手牌的话 反正如果没有逃 只能留一张手牌 那左磁也是随便打 猴子这边直接投降了 还行 好吧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视频的最后 求个三连 谢谢大家 我溜了